好,大家小伙好,我是郭爱秀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来进行复盘 复盘的重点呢,放在稀土有色方向 那么稀土有色,有没有快见底呢 像北方稀土,无矿稀土,江西桶叶,紫金矿叶,格林美 深度点评,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今天的盘面的话呢,其实它是属于连续三天的下跌 那么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好奇,是一分钟反弹结束了呢 还是一分钟反弹还没有开始呢 那么对于我们的商政指数来讲 个人认为呢,它一分钟的反弹其实还没有开始 因为呢,它走的这样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下跌,震一下,下跌,震一下 保持这样的一个单边下的一个结构 但是呢,在持续的下跌当中上 今天出现了跌停潮,大面积的跌停 同时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解构而言 那么呢,当前无形当中,它已经靠近了前低的位置 我们把3328.31 这个位置以来,低点和低点相连 已经处在,就是这一次单边下跌 已经处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那么处在这样的节点上之后呢 那么后面的对应 第一个呢,大的方向即便呢 还,最终还是往下的 但是呢,它短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向上反出的一个需求 是日益加强 这一点呢,判断是一点没有改变的 好,其次的话呢,我们还要去观察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例如说,从我们的3731.69点位以来 那么它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模式 一分钟盘整 然后呢,一分钟升级为五分钟 好,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分钟 五分钟的盘整下跌 好,盘整下跌过之后呢 那么当前它走的是这样的一个 以3328.31的位置呢 作为一个起点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反抽 好,上,下,上 当前呢,组件的是 向下 那么呢,其实对应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关键位 一,参考前面低点的位置 这个说呢,前面低点的位置不破 那么呢,它对应的一个延伸 不排除呢,向上走离开段 或者是呢,向中枢延伸 这是一种推演 第二种推演方式的话呢 例如说,最终向下走新的离开段 那么新的离开段呢 大概率它也是以五分钟的盘整下 和前面这个位置都对比 好 30分钟级别的 如果说呢,组件30分钟级别的 向下的离开段 那么这个离开段内部的话呢 要么是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整 要么是属于一分钟的盘整 或者是趋势 但是当前呢,它属于一个单边下跌 那么呢,后面这样的一个向上反仇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呢,它是或许会迟到 但是呢,应该不会缺席 好,这是对于商政指数的一个态度 好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说是现在连续这样的杀跌 连续的一个调整 像今天指数到没跌多少 但是呢,杀的是恐慌盘 好,杀的是这样的一个个股的一个杀跌是变得凶猛的 然后呢,我们重点聚焦我们的像有色稀土方向 因为像今天的话呢 对应的不管是碳中和也好 它是属于全军覆没的 然后呢,像有色稀土方向呢 也是全军覆没的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今天几乎像金融方向呢 今天的也是属于全军覆没 所以说呢,像今天的话呢 实际上它对应的一个是属于 好,高位抱团个股的部分个股呢 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反扑 同时的话呢 像一些新的列数的板块当中 好,我们来看一下 像总业呀 属于产品呀 包括了新冠检测 好,包括了塑制货币 海水单化等等 猪肉电子支付 就是呢 今天呢,是属于群魔乱舞 体材分散 没有主行股的这样的一个一天 好,那么我们再聚焦有色稀土方向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指数 像有色板块指数的话呢 对应的 它当前是一个 一个十字星 一根大阴线 然后呢,今天再出现一个底位十字星 那么底位十字星的话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过 关于十字星的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分析视角 就是呢,十字星它本身呢 代表的是多空双方势均力低 那么连续的上涨之后 出现高位的十字星 防范的是线下变盘 那么连续的下跌之后 出现这样的十字星呢 那么我们防范的是 会不会出现向上的一个变盘 当然了,它也存在下跌中继的可能 但是呢,结合它的一个位置来讲 它一方面呢,靠近前低的 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对于整个有色板块指数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第一,大的方向呢 它是属于日线趋势线的破位 这是咱们前面呢 给他讲的一个定性的问题 好,那么前面定性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对应了破位,破位周 破位之后的反出 反出的话呢 逢高要用逆向式位 不能去追 而逢高去减 那么再调整下来的话呢 那么当前连续三个交易日的调整 那么下方对应了一个是前低 一个呢,是114年均线的位置 还是会有所支撑作用 那么所以说呢 像当前对于有色板块指数呢 来讲 说它只跌 我觉得呢 还缺乏一些依据 因为今天呢 是一个再度缩量的一天 这样的一个四字星 但是呢 再往下短期内 那么呢 它可能也会酝酿一次短周期 向上反弹的一个需要 好 这是有色板块指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西图泳池 西图泳池板块指数的话呢 对应的也是如此 那么呢 在连前面呢 咱们给他讲的一个观察点的话呢 是防范的是从759点位以来 它对应的是 调整到日线趋势线附近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向上反抽 想上反弹的一个动作 反弹的话呢 同时防范呢 是逐渐这样的一个中枢之后呢 在线下走离开队 所以说呢 向上也是用印象思维 那么呢 在连续反弹之后呢 也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十字星 防范呢 是变盘 那么向下变盘过之后呢 今天在 今天 它对应的其实也是一个底位的这样的小阴心 小阴心的话呢 也靠近了日线的趋势线这个节点 所以说呢 那么接下来对于西图泳池板块指数来讲 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线就至关重要 如果说此处不破 那么呢 不排除震浪 延续这样的一个震浪的做法 那么呢 向下反弹 如果的指数破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像这样的日线趋势线 一旦呢 再行向下破位 好 那么对应的下方呢 向144年均线 那么它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30分钟级别 中枢 向下走离开段 那么离开段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对比的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基点呢 是这一段的进入段和离开段进入对比 所以说呢 对于西图泳池板块指数而言 那么当前呢 考察的接点是日线的趋势支撑线 意思说呢 像当前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是触碰到日线趋势支撑线的位置 那么呢 可以 明天呢 可以重点去观察一下 如果说呢 此处不破 那么可能会进入一个分钟级别反弹周期 如果说这位置破了 那么呢 下一个观察点呢 在623点附近 就是呢 对应的 它的144年均线 在靠近144年均线的同时 那么呢 它这样的结构是否饱满 好 这是西图泳池 然后我们再取决到个股 因为呢 总而言之 当前呢 说止跌 缺乏证据 但是呢 就是还 还是 不够充分 但是呢 再往下 你要说有 多深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 个人觉得的话呢 也没有 必要太过于悲观 但是呢 该控制仓位 还得要控制仓位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聚焦 具体的个股层面 好 那么个股层面的话呢 例如说像 北方西图 北方西图的话呢 相信大家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 这是一个 第一 这是一个日线 趋势线的一个颇位反周 然后呢 一次震荡再往上 其实始终收到趋势线的压制 然后呢 再一天向下回落 那么回落两天 下来 回落两天下来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其实对于整个北方西图的做法来讲 还是偏弱式的状态 因为MICD呢 在零轴下方 而且呢 再度时差 好 然后我们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呢 其实就是前低这个位置 因为呢 用五分钟的长论结构来去看 用五分钟的长论结构来去看的话呢 例如说在前面 咱们防范呢 是山脉的强调最多的是什么呢 强调最多的是山脉 就是呢 只要说向上 不能触碰到这样的一个中枢下沿的位置 给他强调的最多的是属于反弹 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山脉的一个机会点 好 对应了 再一次呢 向上回落下来呢 再向上 依然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卖点的一个参考 但是当前呢 回落下来 这个回落的目前位置 他还没有勾住一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类型 但是呢 他在前低 就说接下来对于北方西图而言 重点观察的是这样的一个节点的位置 就说呢 一次回落 两次回落 始终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呢 防范的是 或者是注意的是要么中枢延伸 要么呢 是开启新的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个观察点 好 那么呢 同样的反过来的话呢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 对应的 一次不给新高 两次不给新高 防范的是以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 防范的是向下走离开段 那么呢 如果说是以相 以反弹的过程当中 以阶段性的低点作为观察点 那么呢 注意的是两次回落 不给新低 那么防范的是向上离开段 或者是中枢延伸 这是一个 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思维方式 来进行看待 所以说呢 对于北方西土连续调整过之后呢 它的一个密切注意的一个节点呢 其实在前低附近了 好 那么我们这是 北方西土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话呢 其实像昨天 五况西土呢 它是出了这样的一个一级报 那么对于北方西土的话呢 好 它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财务数据出现 那么它的一个一级报呢 在四月二十九日 那么相信 北方西土的一级报的话呢 应该也不至于差 当然这是一种主观的 它没有还目前为止的 还没有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但是呢 它是有逻辑可循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它当前调的更深一些 结合呢 如果说有一级提振 它可能会加 就更靠近下一个机会点 但是呢 在它的一个一级报 没有出来之前 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大的环境不强 该控制仓位控制仓位 该管住手管住手 同时的话呢 也没有必要呢 过度的悲观 好 这是北方西土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列出的像五况西土 那么对于五况西土 这一支个股来讲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是解读的比较多 那么对应的话呢 首先 大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咱们要前面的讲的比较多的 在16元的位置呢 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直升附近 这个支撑的节点的一方面 它靠近的是140均线 第二个呢 在这个位置呢 它组件的是一个 30分钟级别的中枢 那么对应的是中枢上沿 30分钟级别中枢上沿的位置 而且在上沿的位置呢 在前面这个位置 它又是一个突破性缺口 所以说呢 后面回撤一次弹上去 当前呢 再一次回撤在16元附近 或者直升反抽 再一次当前呢 已经靠近了这样的节点 好 这是五况系团当前的一个位置关系 就说呢 下方 像 140均线 以及呢 16元的位置 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不破 那么呢 它有机会呢 开启 以震荡的方式 延续分钟级别的反弹 就是呢 震荡 上下上 这样的一个组法 好 那么反之呢 如果说破了 那么对于整个五况系团的话呢 个人的一个视角呢 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 这个明确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变数呢 高点和高点相连 低点和低点相连 可以把这呢 作为一个 中期的收敛三角形 突破回彩 那么呢 也是 逼近 140均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的话呢 其实它是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支撑 强支撑区域来去看的 这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之前的 方大探数 这一只个股 方大探数呢 咱们当时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也是用收敛三角形的一个维度来去看的话呢 当时是属于 好 这是一个收敛三角形 相当突破 相当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有的是属于赚了 也不及时走掉了 也有的可能是没有及时走掉 或是呢 有最高的行为 那么当时给它讲的回落 到了这样的支撑区域 它大概率是有一个反弹的需要 结果呢 轰轰烈烈 从6块钱反弹到将近10块多的位置 那么其实呢 咱们当时的观察点呢 就是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支撑区域来去看 真的支撑呢 它不 不是说一个价格 一个点位是支撑 而是一个区域 那么像五矿稀土的话呢 它的一个当前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维度 所以说呢 对于五矿稀土而言 如果说所中有的 反而呢 在这样的节点 反而呢 不建议大家去盲目的去割肉 或者是去止损 我觉得 它的一个主跌部分已经 已经实现了 就是它的一个安全边际 就是往下 或许即便的还往下 那么它的空间应该是有限的 好 这是一点 第二个呢 咱们再讲一下近期的一个应对 近期的话呢 从长轮视角来讲 咱们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呢 是属于这是处于趋势线的破位 同时上方有个景线位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反抽 其实呢 对应的其实也是用逆向思维 给大家讲到的 应该是逢何据起 等它回落 那么当前呢 连续两天调整下来 再加上呢 再加上又有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提振 业绩的提振呢 它对于股价的影响来讲 它是属于中长期的 而不是当下 因为整个盘面呢 今天整个盘面都比较弱 好 那么咱们再回到长轮结构上面去看 回到长轮结构上面去看呢 从23块8毛8的位置呢 其实它对应的走速结构 和北方稀土是大通小异的 这个位置呢 它也是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好 然而对应的三脉 回落下来反弹 对应的又是一个三脉 那么呢 当前 好 回落 那么呢 一个是从30分钟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 它考验的是16元下方16元的是直升 是作为支撑作用来去看 因为它是30分钟中枢的上沿 从 MI均线的视角来讲 那么144年均线呢 是15块5毛4的位置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作用 那么从五分钟的维度来讲呢 当前考验的就是前提16块3毛7 16块3毛7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震荡当中不破16块3毛7 那么呢 依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下上下 这样的一个新的中枢 然后呢 期待向上离开的话 还是回归到一个口诀的问题 什么口诀呢 好阶段性的高点出现 回落反抽 反抽两次不给新高 防范的是先下走离开段 那么低点作为参考点 如果说回落两次不给新低 防范的是向上走离开段 但是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好 这是五矿稀图 那么呢 我们再来去看 列出呢 像稀图里面列出像 广升有势 广升有势的话呢 那么这一只个我咱们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它大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给它讲到这样的一个视角 就属于呢 下方 靠近140丁均线 以及呢 大级别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 内部呢 也作为一个支撑区域来去看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像江西同业有势当中 那么江西同业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的一个 观察点的话呢 它也是一次下跌 反抽二次下跌 那么呢 在这一天 有业绩提振 缺乏互同 缺乏期货的一个公正 它只是一个意义提振下 结果呢 还没有封板 没有封板过之后呢 其实就是弱势嘛 没有封板 其实就应该减减的 人的回落下来之后呢 其实当前来看 它实际上还是处于 从21块2毛2的位置 好 对应的 那么它在一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中枢的 向上离开段回落不破 回落如果说呢 始终不破这个位置 就是呢 22块6的位置 它是有机会呢 给出一分钟的 这个可以把它做一分钟 中枢延伸 好 对应的 向上离开段 回落不破 它是有机会呢 向上反抽一下的 好 这是江西同业 同时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 视角 更大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也可以把它 用趋势线的一个维度 来进行观测 观测的话呢 其实它是靠近了 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靠近趋势线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本身又业绩的一个公正 那么呢 其实再往下 在这样的一个 相应的支撑区域附近 它也是存在技术性 先上反弹的可能性 当然这只是一种 分析的视角和推演 好 那么呢 在大的环境不强的情况下呢 其实还有防范呢 就属于 有一句话叫做雪崩之下 没有一片无辜的雪花 如果说盘面 继续杀恐慌盘的话呢 或者说是反抽一下 再往下走 杀恐慌盘 那么很多个股的话呢 它也未必扛得住 所以说呢 我们一方面 对方向有一个客观的态度 另一方面呢 对于仓位管理方向呢 一定要有一个严格 好 这是江西 同业 好 同时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 还有一个观察点的话呢 其实是从高到低 逐渐的一个更 就是呢 更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防范的是线下走离开段 这是咱们前面呢 反复这样去 经表达的 那么当前的话呢 其实就是考验前低的一个节点了 好 把它作为一个中枢 来进行看待 好 中枢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这个节点 其实考察就是前低了 前低下方的话呢 对应的就是趋势线 以144年均线的一个重要的关口 那么在一分钟级别上面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在前面是个平台都不能 始终都不能跌破 那么不排除 想想反抽一下 但是反抽的话呢 对应的反而风高 不能去追 反而是寻求卖点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例如像纸巾框页 纸巾框页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 简洁一点 因为前面的点评的时候比较多 日线趋势线的一个破位 反抽 反抽就再回落 其实下方的话呢 一个是考验前低 一个是144年均线 能保持中有效 如果说对应的 在前低的位置呢 能够止住 或是那始终不破144年均线 那么对应呢 它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持续走震荡的一个走法 但是呢 如果说144年均线 一旦 支撑不住 一旦走破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那么它短周期之内 可能就不会有太 有太好的这样的一个 机会点了 因为它当前的话呢 大的方向是属于 趋势线 破位反抽 反抽迎对线 然后呢 这件回落 那么今天也是属于 缩量实质星 缩量实质星的话呢 下方紧接着一个是前低 一个是 对应的在144年均线的 一个位置 所以作为一个 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而且144年均线的位置呢 和前低呢 又基本上相 临近 所以下方的话呢 在9块2毛2的位置 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或者重要的一个观 观察的节点 好 上方的话呢 它依然是属于 这样上方 这样的一个协商上的趋势线 没有上去之前 没有跌破 也没有想象突破 可以把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宽幅 增大一个区间去看待 如果破的话呢 反抽不进入 那么就进入新的 这样一个单面下跌的 一个通道内了 好 那么重点讲一下格林美 格林美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其实它 咱们前面的给它讲过多次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 从均线的角度来讲 是均线联合 那么用均线的维度来讲呢 给它讲一个经验 什么呢 均线联合看箱体 多头排列看支撑 空头排列看压力 三句话很重要 再给它重复一遍 均就是均线 均线联合看箱体 均线多头排列呢 看支撑 空头排列看压力 就是呢 如果说呈现是多头排列 那么均线呢 短期而言 五天均线就是一个 短线视角上的一个 主要支撑位 波段的话呢 参考十年均线 那么空头排列的话呢 那么均线就是 层层的压力所在 那么均线联合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参考均线了 而是参考箱体 好 那么就箱体的一个维度来讲 像格林美这样的个股 它当前的话呢 其实还是处在 这样的一个箱体震荡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箱体震荡当中 那么它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因为我们要防范的是 从冲马的角度来讲 是属于高位 形成新的冲马密序域 密序域的话呢 其实每一次回次 其实防范的一个节点是什么 如果说它始终不破 好 就算不破前面低点 不破这样的一个箱体的位置 那么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临近机会点的 但是这个机会点的 一定要 最好呢 是要结合资金的异动 或者是整个有势方向 或者是整个个股的一个资金 异动去把握 而不是说在这个位置 你说它有 在它没有走出来之前 你说在这个位置 它有没有可能跌破的 有没有跌破的可能呢 有的 在这个位置 它有没有跌破前低的可能呢 是有的 在每一个低点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 如果说走上来之后呢 给大家 这个位置是买点 这个位置是卖点 买点卖点 这是有点不讲道理的 就是呢 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在它没有走出来之前 我们的观察点 首先在这样的节点附近 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但是呢 一向下防跌破 反致不进入 这是一个走坏的 要放弃的 要止损的 或者说呢 要 要什么的 要进行 规避的 但是如果说 没有走出这样的结果 而是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拐头 拐头的话呢 有明显的资金移动 根据资金移动的话呢 我们利用这乡体的一个视角 来把握它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升算会更高一些 好 这是格林美 那么我们再来看 它更小级别的一个残忍结构去看 那更小级别的残忍结构去看的话呢 例如说当前 可以把它作为 好 例如说呢 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 中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在股市当中 它所应对的 或者是所要重点去观察的什么呢 恒久 是必跌呢 还是必涨呢 取决于最终选择的方向 什么意思呢 好 前面呢 可以把这样的节点的作为一个 好 大的这样的一个中枢向上离开段 当前呢 是属于30分钟 中枢延伸 日线中枢的生成过程 其实呢 它指着说始终不破 前面低点的位置 这就是考验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用日线的一个维度来去看的话呢 就属于两次反弹不给新高 就是两次向上不给新高 防范的剩下走离开段 那么呢 回落下来两次不破前低 两次回落不破前低呢 就是关心的是他能不能走出新的向上的离开段 所以说呢 像格林美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当前 在相提增长之内 小级别用分钟级别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呢 可以去用 低吸高抛的一个维度来进行 看待和把握 但是呢 一定要不独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知 知损位设置的一个原则 好 大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最终看它选择方向 向下选择方向呢 咱们放弃 或者说呢 规避风险 如果向上 最终呢 向上选择方向不断的进行走强 那么呢 期待向上离开段 好 这是格林美这一支个股 同时的话呢 它作为股费龙头来讲的话呢 其实近期一直走的是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种 行情 一种走法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他讲到的一个 呃 内容 那么呢 然后呢 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就属于 呃 像 稀土也好 有色也好 在当前大的行情环境 环境不强的情况下呢 那么它的表达呢 其实也是一个偏弱势的一种表达 但是呢 根据它下方不同的一个支撑节点 来去看 那么呢 还是说值得重点去观察和留意 后面呢 会不会存存在板块的轮动 那么对于有色板块来讲的话呢 要结合互同互履方向的一个移动 那么对于稀土方向的话呢 那么重点参考的是 像当前呃 业绩 爆足不出炉 那么业绩和它下方的一个相应的支撑位支撑区域 可以用用长期的一个眼光来去去看待或者去观察 好 呃 没有必要呢 就属于呃过于悲观 同时的话呢 也没有必要在弱势的行情里面也没有必要呢 过于着急的呃 过于频繁的这样去交易 控制好仓位 此依然是大的前提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